龙伯伯 你还记得我 师父讨论人家 已经不在了 记得 怎么不记得 人一旦痛苦地 不敢面对现实 就只能沉入往昔追思记忆 我呀一闭眼就能看到你 刚进入四季山庄时 那虎头虎脑的模样 坏帐也不在了 是啊 有些人死了亦如活着 有些人活着 他不如死了 你这儿子活着呀 还不如刚生下来就掐死算了 他不是我儿子 他是个畜生 我儿子早死了 你们父子间的糊涂官司 我懒得管 你挨闭目色听自己骗自己 我也不管 但是你们家这小畜生 在外说谎害人 打着龙元阁的旗号招摇撞骗 这些你也不管 我管不了 龙伯伯 这孽障把我囚禁在此已不知多少年了 你竟然对自己的父亲下死毒手 畜生不如 我是畜生 那他又是什么好东西 虎毒不食子 他却对我如此残忍 他明知道身上有东西能治好我的病 却让我不死不活地做这个废物 我如此对他 他却还不肯帮我 胡说八道什么 你爹为了你的病操碎了心 谁人不知 他说的 是让我帮他取到阴阳册 巫库里的阴阳册